好 医生说不要折棉被 也许很多人听了很高兴 但是爸爸妈妈还有社稷 一定不会同意 不过当然这个棉被用久了呢 它有的时候会黄黄的 没有那么蓬松 很多人在过去呢 干脆丢掉买一床新的 不过现在不景气 省一点 试一点 也使得现在很多人拿棉被去修 60年的老棉被 也可以修得跟新的一样 我们来看嘉义这个老师傅 最近就因此活得不得了 撕开这一大团 一层一层的慢慢叠 为了让棉花分布均匀 老师傅讲究分量不能有误差 这床旧棉被已经有60年的历史 内衬已经起毛球还扁塌塌 现在整个换过新棉花 老师傅再一针一线的把它缝起来 最后拿棍子用力拍打 让这老棉被焕然一新的 就是这位有着棉被医生称号的老师傅 李茂胜 修理棉被原本已经成为细阳产业 没想到今年景气不好 让嘉义这间棉被诊所 业绩比以往还要增加两成 以这一床六公斤的棉被来说 换新的要2600元 如果把旧被子拿来修理 只要1300剩了一半 冬天来了景气还没灰温 但却反倒让修理棉被这个细阳产业大翻身 中间新闻侯国文白问平嘉义报道